高雄最近開幕堪稱是最大的粉紅樂園 有許多專屬為小朋友設計的遊樂設施 例如像是這個旋轉飛機 可以按高又可以按低相當的好玩 自由操控盤旋在半空中 這座粉紅夢幻的兒童樂園才剛開幕 在兒童節這天就迎來了滿滿人潮 因為有看到網路覺得滿好玩的 有氣墊 然後還有一些小朋友的小遊樂設施 就帶過來走走 超大的充氣城堡裡頭像是在闖關一樣 爬上爬下 怎麼跳 怎麼滾都可以 即便頂著大太陽 腳底板燙到不行 小朋友們還是玩得不亦樂乎 妹妹你們腳會不會很燙 為什麼 燙 燙嗎 因為它很大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4月1號在高雄橋頭新開幕的兒童樂園 除了充氣城堡之外 其他的遊樂設施也受到熱烈歡迎 像是小型的海盜船 旋轉咖啡杯 還有櫻花樹架浪漫的旋轉鞦韆 要完全都得排隊 但我們沒有想到就是說人潮這麼踴躍 現在明鏡這樣算起來的話 應該一天造次的人數應該有一萬人以上 昨天的人潮有稍稍的銳減 但我覺得今天因為是兒童節的當天 所以還是會有很多爸爸媽媽希望把小朋友帶出來過一個不一樣的兒童節 因應大批人潮攤商們也提早營業 沒有想到生意會這麼好 備料不足趕緊追貨 我們廉價期間廠商沒有辦法再出貨給我們 或許我們背不夠的時候就傷腦筋了 你們的生意都很好 很好 滿不過的 你看一大早就那麼多人排隊了 北高雄第一座兒童樂園廉價第四天依舊人幾人 搭上節慶熱潮帶來買買商機 TVBS新聞林嘉義徐季鴻SNG小組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